嗨妹子们 是你们贴心的哥哥姐没错了 剪短头发的第二支视频了 我这礼拜洗头都感觉轻松好多 太清爽了 今天这个韩国小众百元精品的主题 我大概已经憋了两年了 甭管作为博主还是店主 我觉得我都有责任和使命吧 就把韩国本土这些真正销量特别好的 口碑特别好的 韩国女生们真正在用的这些好东西带给你们 我特别怕你们还抱着就几年前 因为韩庄市场乌烟瘴气 就抱着那时候那种误会 这个误会要不解除 你真的就错过太多好东西了 像这个我真的就已经空了好多瓶 然后还有一些是最近上新的新品 你听完我的分享 你一定会觉得 啊这才几十块钱吗 尤其是已经和我用同款的人 你们就说是不是真香 我正好也是刚洗完头 还没完全干 咱们先说这发油吧 多少人今年二三月份那会儿 已经跟着我买了的 你就说好不好用 肯定会有人说了 这大下签的哥哥说什么发油啊 就因为它好用到 我当时都来不及给它拍视频 直接就上架了 然后就卖的特别好 这个品牌本身就是一个做沙龙香出身的 它的这个西部组合 都是在韩国那种比较高端的 形象沙龙里才会用的 真的就是只需要一点点 头发就特别的柔顺 有光泽 而且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香味高级 真的这个黑眉雪松的味道 谁用谁知道 就是会让你上瘾 让你戒不掉的一个味道 我现在头发剪短了 其实已经不明显了 这个尤其是长头发 然后烫染的 然后冬天大风小晚的时候 哦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神奇 而且我当时还小小的担心 它会不会粘手 我就想那种厌末无痕 完全不粘手的发油的质感 是不是只有卡尸才能做得到 但是它真的给我争气啊 就79块钱能有这种质感 水壮质地的发油 在评价发油里 它这个表现力真的是太优秀了 如果去年你还没入手没关系 你现在可以储备着 非常气质的 怒质香调 一点都不俗 秒杀大牌 这个小紫瓶呢 是我自己这两个人 一直默默不停循环在用的 一个眼唇蟹 就自从用过它 我就再没换过 眼唇蟹这个品 很多人都会忽略它的温和程度 你觉得蟹的好干净啊 是啊 它表面活性剂用的多刺激 你看过吗 你可能一次两次不觉得 但是长期用 你想想 对眼周皮肤的那种刺激 你受得了吗 我之前看过一个眼唇蟹的分析 是市面上十几款 大概非常出名的这种横瓶 像非常出名的香奈尔 欧莱雅 美宝莲我记得 多多少少都是有刺激 或者脂豆成分的 这个真的就是成分全绿 它也是这种水油分层的 但是它里面这个油 用的是天然的 摩洛哥子油 薄薄巴油 还有薰衣草精油 就它是一个温和 到使用过程中 我敢睁眼的眼唇蟹 就不被种草没关系 但是现在马上看一下 你的眼唇蟹的成分 很多人618一下买十几瓶 当你把这些都用了 因为眼睛 我都替你后悔 既然啊 尤其是这种卸妆类产品 它是靠强大的本面活性剂 把你的彩妆带走的 这本来就是一个力度很猛 很有劲的动作 一定一定是越温和越好啊 很多眼唇蟹都比它要贵 可是成分还没有它做的好 我一直都是非常喜欢 泥浆类面膜这个品类的 绝对也用过几十个牌子了 之前你们跟着我买 绿茶泥膜和诺莉泥膜 这是不是都觉得很好用 就是我对这种品类的眼光是 十分止足不辣 哦这个品真的 温和度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佳 哪怕是干敏肌 也可以全脸用的一个清洁泥膜 真的就是帮敏感肌 脆弱肌 痘肌 这些问题肌 圆了一个没有办法用常规泥膜的梦 抹茶冰激凌一样的质地 真的是我用过的最最最柔华 摸起来最像精华乳液感的这么一个泥膜 它里面这些小颗粒是天然的积雪草叶 所以敷这个清洁泥膜 深层清洁毛孔的同时 等于还同时敷了一片积雪草面膜 等于还疏敏修护强韧的屏障 因为它的水润度太高了 R66那种质地做的太细腻了 所以上面也几乎没有什么紧绷感 5到8分钟之后就去洗的时候 都没有护了一层水泥的那种紧巴巴的感觉 我这个泥膜真的就是对那种小闷脸太友好了 它这个涂抹感 我真的非常建议你们试试 颠覆你印象中的泥膜的那种质感 真的就是比抹茶冰激凌还要柔软细腻滑溜 尤其是夏天啊 你固定用用这种东西 椅子毛孔一定不会说特别脏特别粗大的 同时直接会影响你的上妆细腻度 就一定会更贴更细 今年也6个月了吧 是我至今为止最最最推荐的一个品牌 这只小粉你们是不是看了半天了 你们可能就想不到 它是已经在印刺上被刷爆的一只黑牙膏 对它里都是黑色的 它这个黑色是超细腻的木炭粉 所以它有非常强大的吸附作用 就有点类似咱们用的清洁泥膜似的 所以我用它下来最大的感受 真的要比普通的白牙膏刷得干净 你们有没有吃完烧烤火锅或者一些重口味的之后 最后两颗大牙的内侧 刷完牙之后也都有一层 就是小小的颗粒感 那就是牙齿上的软垢并没有彻底被清洁掉 我用同样的牙刷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牙膏量 用这个 就非常明显的感觉 最后两颗牙齿是彻底的被清洁到位了 就拿舌头尖一舔 嗯 滑滑的 就那种感觉 你别看它是这么小一个牙膏 它是被韩国食药局和美国FDA认证过的 非常的天然 没有任何有害物质 它安全度高到什么程度 它用的是椰油表活 这种东西都是用在洗面奶里面的 所以它和咱们超市那种10块8块抑制的牙膏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成分 安全度 使用效果 跟它真的都是完全没法比的 然后你们也不用担心这个黑色会残留到牙齿上什么的 它在起泡之后 其实产生的是那种灰色的泡泡 颗粒感没有残留 不会弄到你的牙缝之间会有那种粉感 完全没有啊 口味呢 就是比较强烈的薄荷 但是也没到臭喉咙那种地步啊 尤其是夏天喜欢用清凉型牙膏 而且喜欢那种百分之百倍彻底清洁感觉的 非常推荐你们这个黑牙膏 然后颜值我觉得也非常好看 就是少米感满满 特别注重口香健康的 买这个啊 这个小玩意无计没啥人知道 大家是不是觉得唇部去角质的磨砂膏 一定是那种黄糖质感的 颗粒相对比较粗的 然后在嘴唇上磨啊磨啊那种 有没有觉得不太温和 还有点疼 尤其是嘴上有伤口的时候 这个不一样 这是一个唇部专用的泡泡去角质产品 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起泡方式 迅速让你嘴巴上这个死皮冲水 然后软化再和你的嘴唇分离 它这个原理就完全实现了 无痛去唇部死皮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它用的时候也特别好玩 就直接涂在嘴唇上 就很快它自己就会冒泡 你都能感觉到 一颗一颗小泡泡起来了 感觉就像跳跳躺在嘴唇上 再过一会儿拿手指头轻轻地磨一磨 真的就可以看到很多碎屑出来了 马上你就能感觉到嘴巴明显变嫩了 而且不紧绷 不是那种用完磨砂火烧火凉的感觉 用完磨砂 记得厚补一层入唇包 韩国国眠三秒煮水精华的 同家族的海盐洁面 也是我今年选品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没想到这个洁面这么招人喜欢呀 超大一只 你和它80克的面霜一比就看出来了 我本来以为这个家族的精华已经是爆品了 这个洁面是不是也就一般般 哦没想到啊 它绝对不是精华的一个陪衬 它自己真的就本身值得成为另一个爆品 贴是5.5肉酸性 也有表活 DWH100%绿色成分 25%的海盐提取物系的 非常非常干净 但是又同时兼顾了温和程度 还有它这个洗感 我实在是太舒服了 但是我做评测的时候 是把它的泡泡放在这个小盒子里面 就我用手去压它那个泡的时候 它那个弹性居然是可以反向弹我的手掌的 泡泡里感觉按了弹簧似的 你就觉得是在用一大坨云朵在洗脸一样 同时它还有聚补水家族的共性 天然温和低刺激 这么海量 一直才不到100块 再次表达对聚补水这个家族的爱啊 真太实在了 同时它还有充足的低分子玻尿酸打底 所以洗完之后也是完全不干涩 不紧绷的 绝对是一个花小钱 但是能体验到那种大排洁面 喜感的洁面啊 最后我特别想说 其实对这些韩国小众品的心态 挺像我工作这种心态的 没有公司 没有人捧你 没有投资商砸钱 所以就只能做平平无奇的野博主 这些真正做成分 有口碑的韩国小众品 也是因为在市场上 没有那么多的预算去投推广 甚至在中国 就压根没有这个市场基础 所以就被埋没了吗 我觉得特别不公平 所以非常诚心的 想把这些推荐给大家 你信口碑 你信我 你就试一试 那如果你就是认广告 认大牌 哪个火 你买哪个 那也没关系 你开心就好啊 这个大家就想法 不一样 你无可厚非 今天这支视频就这样了 记得看一下评论区 下支视频见啊